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韩国娱乐圈的情况其实也是整个韩国社会现状的缩影 韩国一直标榜自己是民主自由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实际上整个国家却是被财阀掌控 社会始终呈现封建于现代奇异杂柔的诡异现象 特别是女性权益不受重视 男权至上的氛围极为浓厚 所谓的民主就当是有吧 毕竟连他们的总统都说没就没 除了娱乐圈 韩国国内也正处于多事之秋 重查4月号真相 连续8个月不振的经济 非洲诸瘟疫情 但一直以来 韩国是会对中国的事表现得特别热心 香港修理风波期间 韩国多个大学的学生 在接力声援香港暴徒 非常有使命感的帮助他们追求所谓的民主自由 并因此多次与中国留学生生吵 甚至爆发冲突 据韩国媒体报道 近日韩国首尔大学内 有十余名学生穿着模仿乱港暴徒的黑色衣物 在大学校园内办起声援活动 还谴责港府使用暴力 这种情况非首尔大学独有 在高丽大学 汉阳大学 严氏大学等 韩国知名大学的校园内 那些类似香港高校 年龙墙一样的功能区内 开始出现多个声援乱港暴徒的大字暴 旁边往往还有韩国学生 拉着横幅 举大喇叭站台 看到这番景象 在韩国的中国留学生们 纷纷挺身而出 为祖国发声 比如在韩国外国语大学 有中国留学生 直接现场展示暴徒烧人的影像 在汉阳大学 中国留学生们看到乱港大字暴后 用五星红旗和写有支持统一文字的变迁 把乱港大字暴包围起来 韩国多个大学的韩籍学生 集中声援港独的情况 真的只是巧合吗 高丽大学 中国人学者联谊会发表公告 提及中韩学生发生的冲突 声明称 许多在韩学生反映 韩国校园内支持香港的行为 是有组织 有预谋 有资本介入的 如果你以为只是不明真相的 韩国大学生自发组织的 那就too young too simple了 实际上你可能想象不到 这场有组织 有预谋 有资本介入的行动的幕后黑手 正是韩国政府 随着修理风波不断发酵 韩国政府在背后搞的一系列小动作 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 却早已被人看在眼里 据知情人士透露 有韩国人士一直都在全面收集修理风波的相关信息和情报 其背后就是韩国驻港总领事馆 他们不仅在暗地里支持香港示威运动 帮助在港参与游行示威的韩国人出谋划策 规避警察打击 并频繁鼓动韩媒记者赴港收集报道 修理风波的有关情况 可谓煞费苦心 我们具体来看 修理风波前期 韩国驻香港领事馆一直回避公开表态 看得出韩国一开始的预测 应该是游行活动不会升级 破坏性不大 而随着暴力活动覆盖面和范围不断扩大 暴力冲突逐渐升级后 韩国驻香港总领馆对于修理风波的态度突然明朗 为香港反对派和暴徒站台的立场逐渐强硬 不仅表示看穿香港未来走势 将重新评估香港对韩的战略地位 更极力宣扬所谓的民主自由普世价值 对外网称香港进入全面暴力镇压时代 并强烈要求香港特区政府确保香港民众示威自由 在此基础上 韩国驻香港总领馆还为韩籍人员 准备了一份意味深长的行动指南 从内容看 即拟定了参与暴力示威游行的韩国人 如何应对香港警方的工作要点 提示做好规避打击的措施 并指出如一旦发生在港参与游行示威人员 遭到香港警方逮捕的情况 韩驻港领馆会强烈要求公开处理 并要求将警方视线引向韩籍人员 属单纯观看的角度 防止被归为示威者 几个月来 香港游行队伍里面经常有一些表面上用英语交流 私底下却用韩语沟通的人 这些混入队伍的人 一部分是在港的韩国留学生 而另一部分是韩国官方派出的所谓记者 这些记者明面上以采访报道为幌子 背地里却进行着秘密拍摄 掌握了大量一手现场信息 同时这些所谓的记者 一直在通过互联网论坛 电报群 人力渠道等方式打探 整理 汇总香港暴力示威游行的情况 名义上 他们收集这些是为了韩国在港侨民的安全 并经常通过韩国总领馆 韩文网站发布预警信息 但实际上 只要稍加分析就能明白 如果只是为了发布警示信息 有必要如此卖力 大量收集信息吗 而明显是以此为幌子 在大量收集香港游行活动的各类情报 在香港修理风波期间 韩国多家媒体高度关注 香港暴力游行示威活动 在活动现场 经常会看到 韩国每日经济 东亚日报 金箱新闻等多家韩媒记者的声音 韩联社甚至开辟快讯专栏 每日动态 定期更新香港示威的最新情况 韩国中央日报 金箱新闻等多家媒体及记者 支持暴力示威活动 对我国一国两制进行恶意抹黑 为暴徒的恶意行为摇旗呐喊 质疑指责香港警队的震荡执法 相当过照 还没在报道的画面中 不提暴徒对警察的野蛮攻击 和对无辜民众的残忍伤害 却特意挑选警员正常执法指报的画面 极力渲认警察使用催泪弹 水炮等震荡行为 是破坏香港民主自由的罪证 与此同时韩国媒体通过访问香港民间激进团体 反动人士及港独分子不断散布所谓的五大诉求 韩国每日经济的媒体多次采访香港市民团体代表 声称市民非常失望并会坚持示威 此外韩国金箱新闻记者还采访了乱港头目黄之锋 报道称黄之锋受到韩国烛光集会很大影响 模仿韩国每周六在首尔官话门开展烛光集会的示威手段 煽动香港人每周日在香港立法会和京中地区进行示威游行 并启发韩国人关注香港人追求自由民主的艰辛过程 韩国中央日报还对韩国光州运动时使用的歌曲 改编为雨伞进行区的助持者金佩伟进行了专访 金佩伟在采访中称镇压示威的有可能不是警察 污蔑香港警队中混入了内地公安武警和军人 韩国为何在香港问题上频繁在中国背后捅刀着 其实道理很简单 从另一层面看 香港是韩国产品的重要出口市场及贸易合作伙伴 韩国官方必定会高度关注修理风波 对香港金融等各方面的局势的负面影响 需要详细分析事态发展 以防止暴力示威活动影响到韩国境内 同时韩国经济高度依赖进出口贸易 在这方面与香港存在一定的竞争关系 香港贸易由于修理风波已受到很大影响 一个混乱的香港在某种程度上符合韩国的利益 从大国关系及价值观来看 美西方国家持续介入并推动香港修理风波发酵城市变本加厉 而韩国一直是美国的根班小弟 与美西方有着共同的民主价值观 且可以利用香港问题维护本国利益 韩国当然不会错过这个既可邀功勤赏 又可从中获利的大好机会 从韩国这个民族的特征来讲 其实大家都懂得 韩国在国际体育赛事上的各种龌龊行为 饱受世界各国诟病 而韩国并不以此为止 反而变本加厉 而且不只是在体育界 在各方面的手段 都与在体育界竞争赛事的表现如出一辙 很好了体现韩国的民族列更新 韩国国土面积小 资源又匮乏 文化历史又源于中国 如今又夹在中美两个大国之间 多方面原因导致其整个国家的心理日益日卑扭曲 早先韩国一直以发达国家自居 认为中国贫穷乐厚 但随着中国的日益强大 韩国以此的自我优越感逐渐消失 危机感和嫉妒心理越发强烈 有这样一个机会 就算影响不了根本 也可以恶心一下中国 何乐而不为 但其实韩国挺没有必要这样做的 因为说实话 在中国崛起的道路上 从来就没把韩国作为有竞争力的对手来看 可以更直白的说 你根本不在中国的视线范围里 如今韩国国内问题突出 麻烦不断 还是先搞清楚自己家的事吧 你没了那碗火也少在边上煽风点火 天气越来越冷了 还是赶紧回家腌制泡菜吧